我們請麥理事長 主麥教授來當演員 謝謝 大家好 我幫大家介紹一位 比較遠一點的老師 他是來自吉隆坡 有沒有人去過吉隆坡 吉隆坡的很多美食還有榴槤 也希望將來認識了張佩文老師 可以到吉隆坡去找他 張佩文雖然很年輕 但是他利用植物生物能量 來作為一個治療育館 已經有很多年了 好像有十年了 十七年 哇我的天啊 十七年了 我小的一個歲月 那麼他在利用植物 就是花 還有現在也增加了樹 大樹的能量 來把能量療法 重點現在他還用在哪裡呢 用在一些自閉症 大腦出問題的 先天有問題的小孩身上 那麼我在香港呢 也利用了這個生物能量療法 我就針對那些小孩子 小孩子呢 最愛吃糖 他這個植物生物能量的藥 就是一個小糖果 最好的就是抖一個小朋友 小朋友來了以後都一定要吃 吃了以後 特地會鎖 鎖了以後發現 他真的會自己的身體 鎖中他身體需要的那種花 那麼詳細的東西呢 現在我們就有請來自晋龍波的 張佩文老師 非常感謝麥醫師的議員 好 那我就開始了 那我今天的講題呢 是植物生物能量如何療癒 特殊兒童 那我相信各位在座的人都是醫師 都知道在我們現在的一個生活裡面 我們看到我們四周圍的小朋友 自閉症的越來越多 孤獨症的越來越多 過動症的 學技障礙症的小孩 其實是越來越多的 那他們給他們一個漂亮的名字 叫做來自晋龍波的小孩 因為他們的思維模式 跟我們的思維模式 是完全不一樣的 而且他們做到的東西 很多時候是我們做不到的 而我們做的到東西 很多時候他們都做不到的 好 那我們來看 數據來講呢 這裡有一些數據 都是我從網站拿來的 在想 然後呢這些數據呢 不只是台灣 不只是馬來西亞 甚至於先進國家 如美國 還有中國之類的國家 也是現在有很多的數據 而且這樣的一個情況 也是受到政府的一個 非常大的一個重視 好 那我們知道這些病 一個小一個家庭裡面 要是有一個特殊小孩的話呢 這個不只影響這個小孩的一生 而且還是影響著他們父母的一生 好 那在這個醫療系統裡面呢 基本上是沒有什麼 一個很有效的一個療法 可以幫助到這些小孩 唯有通過各式各樣的療法 才可以勉強的幫助到這個小孩 看到有一點點的進展 那我們 那可是呢 在我從臨床這個從事這個行業裡面 看過蠻多的這個病者裡面呢 我其實就發現有一件非常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事情 所有的療法都不僅來自於父母親的關愛 因為這些小孩他們非常敏感 其實他們所需要的就是父母的一個關愛 如果他們去進行各式各樣的療法 而照顧他們的人 其實不關愛他們 不真正的關心他們的話呢 這個療法的療效是非常有限的 那什麼是植物生物能量療法呢 就是摧取植物花卉裡面的一些精華 他們的頻率他們的訊息 來幫助我們平衡 身體裡面各意識層面所遇到的一些困擾 所以意識層面呢 有身體上的精神上的情緒上的 靈性上的一個困擾 那這個我們的花卉植物裡面的每一棵花 它都有散發出不同的頻率和訊息 這些頻率的訊息呢 可以根據他們的顏色來幫助身體 不同的底檔 就是把身體不同部分的頻率 重新恢復到一個完整的 或者是它自然該有的那個頻率 那我們來看花卉所體現的顏色 每一棵花都有它不同散發出不同的顏色 那這個顏色呢 其實呢 跟我們身體各個部分所需要的那個頻率 是相對的 所以當我們看到這個圖的時候呢 也許大家覺得很不可思議耶 也不能過去相信的 怎麼可能有這麼簡單的事情 那比如講你今天肚子不舒服的話呢 如果您可以找到一個頻率對的黃色的花 其實它是可以幫助我們去舒緩這個肚子痛 甚至可以幫我們完全的治癒這個肚子痛 那我們這個整個療法裡面呢 其實老師已經把這個整套的療法 把它變成一個非常好的一個系統 在這個治療廁所小孩的這個系統裡面呢 我們必須有這個植物生物能量配方 就是採取了這些植物花卉裡面的一個頻率 然後再加上一些手法 就是幫助他們的調整他們腦神經 乳骨和抵贅的一個手法 然後就加上適當的飲食 改變他們的飲食和生活習慣 而使它非常有效地能夠幫助這些小孩 那這些呢 這些呢 這些接著下來的呢 就是我們一直在運用的這個植物 生物能量配方的幾個不同的系列 這個系列呢 是花卉的配方 就是它的這個主要的這個 裡面的精華是採取這個花卉的 不同的顏色可以幫助身體的不同的部分 那同樣的這個我們有20瓶裡面呢 它也是能夠跟不同的精裸工程的 那接著下來呢 對 接著下來呢 我們來看 很簡單 這個多快一點吧 那白話呢 我們看就是跟著這個圖來講呢 紙外是就是在上面的 幫助體育我們的精神的 那這個因為有圖了 所以我們就為了節省時間 而且論文裡面也是有的 那紙式就是幫助頭腦的 紙式化就是可以幫助我們頭腦 包括中枢神經系統的 然後電視化呢 就是包括我們整個感官的 然後接下來呢 就是藍色的話呢 就是整個喉部 那喉部裡面有我們的頸部 喉部裡面有我們的甲狀線和副甲狀線 所以它在某一個層次上 它可以幫助我們平衡我們甲狀線的一些功能 然後綠色呢 綠色就是幫助我們心肥的一個 心跟肥的一個顏色 那這裡呢 我是花多一點時間講一個青色 那青色呢 是屬於心肥的這一個部分 呃 呃 余玉老師跟我講過 情這個字 它是心跟青 那心跟青 所以它心是青色的 所以這個很有意思 好 然後接下來 然後我們看黃色 黃色就是幫助我們整個消化系統的 那在這個裡面呢 也是有講到說哪一個配方呢 它也是可以跟不同的經絡工整 那基本上在不用之間配方的同時呢 它也可以同時調整我們的各個經絡的 那橙色是我們的這個皮筋 螢光筋 還有幫助我們的生殖心紅的一個頻率來的 那結束下來 紅色就是幫助我們的血液循環 還有我們的這個大腸的運動 然後紅外線呢 就是幫助我們處理一些身體的 紅外線的一個頻率呢 幫助我們處理身體的疼痛 還有輻射 那結束下來呢 這個是素的配方 大素的配方呢 就比較簡單 就是跟著這個脈輪 跟著這個脈輪以外呢 我們有一個Rainbow Go 那個就是屬於金色能量的 然後一個銀色能量的 這兩個配方呢 是在整個配方裡面 整個組合裡面最強大的 可以幫助到一些深層的 一些情緒上 還有身體上的一個問題 繼續 然後就是特別護理配方 然後這些 特別護理配方呢 是來幫助特別嚴配 來幫助這些小孩的 所以在幫助一些 我們沒有辦法幫他做 個別檢測的小孩 我們有一系列的一個療法 這個療法呢 就是每個月 每兩個月一個療程 每第一個月第二個療程呢 就如這邊的組合 就是第一個 我們先從療癒他們的心臟開始 所以也必須要從青蛇的配方開始 好 那從心臟開始療癒以後呢 對 由右邊的心臟開始療癒 然後到左邊的心臟 然後療癒了心臟的能量之後呢 我們才從頭開始 好 好 再來 再繼續吧 繼續往下 往下按就對了 然後就是從頭 然後呢 繼續往下 然後從頭 然後呢 就是從這個 這個部分 然後到這個蘋果的配方 然後呢 就是到這個 這個 核糖這個配方 幫助我們的小孩的這些 消化系統 因為特殊小孩來講 他們的消化系統 是非常糟糕的 然後還有這個就是 我們的三腳架的中心點 就是中心點 這個段數的配方 那這個療程呢 是一共14月的療程 那14月療程呢 一般上我們都會看到 非常好的一些 甚至於在第一個月的療程 有些小孩服用之後 甚至於在一個禮拜裡面 我們就可以看到 他們有一些 非常良好的一些改變 比如講他情緒平復了 他的過動比較減少了這樣子 有些甚至開始講話了 那接下來呢 就是一些我們的一些個案 然後再繼續往下按吧 那還有我們也是有用到儀器 年紀比較大的小孩 我們可以用這個儀器來檢測 治療前後的一些 一些情況 那繼續往下按吧 好 這是我們做的一些 自閉症的一個小孩 而且他這個是年紀比較大的 而我們每一個月都會去這個 特殊兒童中心幫助他們 就是我們在馬來西亞的一個 特殊兒童中心 一定要配合家長 家長不配合的話呢 我們這個療程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這是我們在臨床上就是看到的 也是親自起潰到的 家長爸爸媽媽 是多麼對這些小孩來講是非常重要的 好 那我想時間也是差不多了 謝謝大家 謝謝 非常謝謝我們江泰文理事長 做這個精闢的解說 植物 生物 能量 對於特殊兒童的 療效 好 接下來 我們繼續 邀請的是